3.2 节点的位置 上一课讲到 所谓调风 表面上是调节笔风 本质上是调节笔芯的状态 什么地方最需要调节笔芯呢? 常见节点位置有三处 起笔 转折 收笔 原因 很简单 起笔是为行笔做准备 所谓风不正不行 封面要对准行笔的方向 而取封面 是靠笔头内部至笔芯 来指挥的 其次是转折点 所谓转折 就是改变方向 那就要换笔芯 把笔芯弓形改变方向 最后收笔 是把笔芯回复到原来状态 以便继续写下一笔 不是靠在搜笔芯 从理论上说 任何地方都可能产生节点 只要你动手腕 就会在纸上留下痕迹 文哲明 文哲明有虎修斯中的医治 舍腕动作是左右左右左 第一个节点 是由两面换齐笔产生的 最后一个节点是挫笔收 其实还加了一个换向动作 而中间行笔不是平托 手腕动了两次 所以多了两个按接点 造成波动的效果 线条好像心电图 忠实地记录你心状跳动的情况 在书法中 线条忠实地记录你手腕的动作 3.3 方折和远转 什么是方折 大圈中线是折线 什么是远转 大圈中线是弧线 折线有脚位 脚位上突然改变方向 如这个698折线 三根线段本身都是平直的 没有节点 改变方向发生在A和B这两点上 这时你要做一些动作 因此产生了节点 而且是明节点 弧线就不同了 弧线是逐渐改变方向 时时都在变 只是每一点改变的角度非常小 累积起来就写成一根弧线 弧线把折线大角度转弯 分散成许许多多小角度转 这里有个理论上的问题 既然改变方向就会产生节点 那么这一条弧线 岂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节点 对 弧线任意点都有节点 但都是按节点 正因为按节点很密集 所以弧线看起来很光滑 我们所关心的节点 和舍腕动作有关 我们知道 舍腕有左中右三个位置 写着右半圈弧线 舍腕动作是右左 也就是说 虽然舍腕时时在动 但写上面一半 手腕都在右 下面一半 手腕都在左 从右转变为左的关键一点 就是中间这个按节点 所以标示这弧线的节点 只需标出这个关键节点 就够了 如果把从头到尾所有的节点 都标示出来 没有实际意义 在这个例子中 舍腕经过中的时间非常短 刹那之间就过去了 在中这位置 没有行笔 如果弧线很长 超过半圆 可以用三个动作来写 所谓三个动作 除了右左 需要把中拉长 如王线支 江州贴如字 最后一笔 就是长弧线 舍腕在右写一段 接下来 舍腕在中写第二段 最后 舍腕在左写第三段 可以轻松写出来 在这例子中 舍腕在中时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节点 而是行走了一段距离 所以 整根弧线分三段 产生两个暗阶点 线条越长 越难写 最好 就是化整为零 零不是没有 大部队化整为零 是分为小队 整根长弧线 分成三根短线 截须而成 短线 当然容易多了 短线写完 再按阶点上 转换手腕 然后向前 再写下一段 这就是 节节推进的思想 草书 长弧线较多 真书较少 但有时候还会用到 如智永 是个吊字 上面是 竖笔式口 下面是 马装式经 马装式左右两笔 左边用折 右旁用转 我们先来读贴 把大圈中线画出来 做对照 一折的齐笔 跟上面口字 横笔齐法 有点不一样 上面这横 齐笔手腕动作 是左右 下面笔锋录制后 扭动了一下 是右左右 多一个动作 然后转入 八号位写书 竖笔 手腕再做 这个折 竖笔下来 先收 就是箭头锁子地方 产生一个明界点 然后顺势写转 这条弧线 跟王线织的差不多 手腕右 中 左 顺势变换 就可以顺利写出 这条线分几节呢 齐笔动了手腕 产生第一个界点 六转八 向下行笔 第二个界点 书笔写完收笔 这是第三个界点 记得 永至八发原则 笔笔断而后起 顺势向右行笔 到达第四个界点 手腕改为中 八号位下 到第五个界点 手腕改为左 向左拖出 共六节 五个界点 逐节延伸 学生术 先读帖 看懂了 临此就不晃 方折和远转 很容易转换 这里有一根折线 一根弧线 它们多有两个界点 把整根线 分成三段 手腕动作 都是右 中 左 符合 真过凡的三股神理论 两根线主要不同 在于界点 折线用明界点 弧线用暗界点 界点也变 线条的形状 也马上改变了 所以说 界点对线条形状 有明显的影响 也就是 界影响金 小圈影响大圈 书法史分为 传书时代 和历书时代 秦徐谦 理法探委说 大抵传笔 有转而无折 而历笔 则有转有折 有以 则笔为多 历书 辩原为方 征书 也属于历书系统 在增书中 可以看到方笔的增加 方笔既指 其笔处成方形 也指 转弯 带方角 位碑 尤其强调角位 后面讲清代书方 会详细介绍 这样写法 通常归入 方笔风格 反过来 起收多圆形 转弯 用圆角 通常归入 圆笔风格 我说是 带有转法 如 眼睁清 经常写 圆转的角 润者以为 转法入增 这是书法家为了创造 自己的风格 巧妙的运用 方圆转换 从计法角度说 其实只是把明接点 改为按接点 3.4 界点大小 请看 英辅经 7505圣字 第一笔横 这是尖锋线 但两头的界点 远出过 行笔部分 这是调风动作 引起的 再看 7404圣字 第一横 也是 见锋线 它有没有 起笔和收笔的界点 当然有 没起笔 笔风 碰不到字面 没收笔 笔风 离不开字 起笔和收笔 是必定有的 但我们看 这条尖锋线 没有明显的界点 尖锋线起笔 应该是御风 笔心直下 立即行笔 行笔时 笔心烧成弓形 到尾部 只要逆风 把笔心推直 即可 一头一尾 动作非常小 这是最小的界点 现在我想问问你 大界点好看 还是小界点好看 音笔经有八个圣字 第一笔都很细 而且很长 显然是作者的书写习惯 洗笔和收笔两头界点比较大的 只有一个 这就不能说是作者习惯了 只是偶然变化 中尧 智勇 于是难等人的圣字 低横不脱长 接点也不大 取向不同 弥府凭唐朝学记提 惠普世大字 说 兼有十本德士之 乃是勾勒 道收笔方 笔笔如真饼 谱字 若人握两全 生必而立 丑怪难状 游士润之 鼓舞真大字 明矣 真饼就是馒头 弥府嘲笑学记的 界点 好像馒头 又如一个人伸开两臂 手握两拳而立 意思 跟起收炉馒头差不多 都是 界点过大 不过请注意 大字 动作多 笔风 扑得开 于是收笔就比较难 容易造成 界点大 请待徐用席 研究书法 也告诫学书者 界点不要太大 徐用席是 乾隆的老师 他自己的老师 是康熙重臣 李光帝 李光帝 是福建 泉州 安息胡头人 所以徐用席文章中 称老师 为 安息师 李光帝 对徐用席 讲过一个故事 安息师 显前被王子鼓 出月骑 公车史仓客 急称 功夫深道 但 未不足 月 古节上当 问月 古节不得大呼 月 大不得 英诗文家 李脉不息 气魄不怜 字句 不足恋 便 古节 亦大 何而言之 生 故也 又是 学书 亦苦 古节 大 不特点化 要细处 小处学 即 皆知 意识 欲熟 欲 不相爱 写文章 也有气脉 有转折 文字 功夫不到 啰啰嗦嗦 导致 古节 亦大 原因 是生书 书法 也一样 点化 要注意 细处 小处 初学者 往往不留心 节字 也如此 熟练了 基本功 就 碌碌通了 李光帝 考举人 小字 虽然动作少 但讲究 精细 如果 节点 大 页眼望去 都是黑点 所以说 无论 大小字 古节 过大 都是缺点 那么 怎样算 节点 过大呢 没有 绝对标准 只有 相对标准 相对标准 简单地说 节点 看上去 很触目 就是 过大 帧数 初起 还不大会用笔 于是 这种大节点 很多 这里所举 都是 一个字 大圈 是主要的 小圈 是辅助的 如果 小圈 比大圈 主目 这叫 宣兵 夺主 但 节点 过小 给学习者 带来 很多 困惑 如 于是难 他的动作 很小 以 于之 为例 一横 究竟 如何 下笔 初学者 很难 琢磨 最好 有一本 字帖 动作 大点 清楚点 学习 就容易 相比 字下 志勇 争吵 千字文 音符经 就清楚 多了 尤其 是音符经 经常 把 难写的 节点 放大 把表示 走向的 签丝 写出 特别 容易 理解 你找不到 第二本 字帖 有这样 写的 所以 我不 把音符经 列为 大 节点 一类 反而怀疑 这 是不是 专门 写给 学生 用的 学 音符经 的 同学 将来触帖 自己 挥血 之时 可以把 大 节点 缩小 会有一种 新的 面貌 谢谢 下一词 下词 继续 下诹 下词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